请问要办什么业务 小姐我去都换照 来到台北市监理所排队民众 一位接着一位 除了是来处理罚单行照等问题 一天至少还会有几十位 引发族是来换照的 针对106年7月1号满75岁的长者 我们会寄发换照的通知单 请他们来定期换照 那主要是要做体检 还有认知功能测验的部分 认知功能测验主要包含 他对时间空间的记忆能力 以及进程思考的记忆能力 还有收脑并用的能力 摊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因应快速老化的社会结构 政府在2017年7月 已经规定满75岁以上高龄者 驾照每满三年要换发一次 除了体检以外 还要再接受分为三个关卡的 认知功能测验 包含了今天是礼拜几 以及这里是什么地方 等等的基础问答 以及考验长辈短期记忆力的图像测验 最后则会借由绘图 来考验长辈的首脑协调能力 但是这一项法规并不速及既往 换句话说 2017年7月以前 满75岁的长者 在校期间借满之后 驾照是不用换发的 除非有违规记点 或是吊扣驾照处分 才会限期三年换照一次 针对你满75岁的人 你只有针对他违规的时候 才要回到患诊的机制 这样会不会有一些疑虑是说 他平常可能不用车 那可能开始临时 使用一次车辆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 所以后来我们会建议是说 中央可以把驾驶人的 这样的遗憾的事情发生 根据监理所最新资料 全台65岁以上的 汽机车驾照数 高达4388,015张 交通事故数字 也有一定的联动效应 看看全台65岁以上高龄长者 驾驶汽机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件数 从100年的23,854件 已经上升到了111年的 72488件 深陷直线上升趋势 聚焦台北市的部分 75岁以上高龄长者 驾驶汽机车 发生交通事故件数 也从106年增加到111年的 2180件 光是去年75岁以上 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就高达729人 不仅逐年递增 甚至创下近五年新高 高龄者的部分 在交通事故里面 主要的两大类 还是高龄机车跟高龄行人 那高龄机车的部分 我们发现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 可能就是他们没有 我们一般的像职业驾驶人 或者是像外送员的部分 他们有所谓的回训的机制 或者是交通安全教育的训练的课程 可是我们一般的制用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可能对法令的认知 会稍微薄弱了一点点 那相对的是 他们在入群的观念上 也比较容易疏忽 再加上他身体的功能的退化 变成说他在反应上面 或者是判断危险的部分 都有一些劝缺 高龄驾驶的患造年龄 可以考虑提前到65岁开始 除了是强化驾驶人各项 认知能力与身体状况的管理之外 加高的频度也可以确保 驾驶人在路上驾驶的时候 不会因为身体状况 而影响整体的交通安全 另外是监体所也可以打造成为 另外一个高龄友善的空间 台湾人口老化速度 全球冠军 眼看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不让影法族驾照 变成移动式神主牌 从法规管理到执行 交通安全方方面面 都得要做好应对 对新闻亮男重阅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